这一题是问湖泊生态系的叙述 何者错误 问错误 它说什么是湖泊 什么是湖泊呢 有一定的深度 对 因为你不需要有不透光层 要够深 而且不跟海洋直接相连的静止水体 这个A完全描述正确 为什么不能跟海洋相连 跟海洋相连就不是湖泊 是海洋了 它就是海的一个峡湾 它就不是湖泊了 它就是海的一部分 所以A是完全正确的湖泊定义 B选项 湖泊的生态因子稳不稳定呢 稳定 跟谁比 跟溪流比 溪流的因子不稳定 因为溪流 为什么不稳定 水一直在流 它溶氧量从上游到下游不太一样 它跟陆地的接触太大了 因为它跟陆地接触的面积太大了 所以它很受陆地环境的影响 这像是溪流很浅 很浅就代表 阳光一照你就热 阳光不照你就冷 它的环境变化跟水体的温度变化 太剧烈 湖泊一大坨 比热又大 不容易改变 所以其实湖泊的生态因子 或淮温基因子 都比较稳定 溪流比较不稳定 所以相对于溪流 其实湖泊的因子比较稳定 所以A B写错了 好 C选项 内陆地区的湖泊 可能会有矿物质成绩 例如钠离子甲 跟氯离子 就变成内陆的咸水湖 合理啊 地理科学了很多 内陆的湖泊是咸水湖 因为它从雨水或雪水 溶解出土壤 岩石中的 氯化钠 或是其他的矿物质 就变成咸水湖 C是对的 好 注意一下 水生植物多半具有 附着湖边 或岩石能力 重点是湖边 好 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 因为在湖心 你的植物只能浮在水上 你不可能沉在下面 所以不可能附着 也不可能在石头上 如果你今天有水生植物 你要不就附着在 这个湖边的这边 要不就是附着在石头上 而且重点一定要在湖边 湖心不可能附着 湖心只有浮游藻类 所以这些植物完全正确啊 在湖泊中的植物 你必须在湖边 附着在土上或石头上 合理啊 在湖心不可能 因为如果你在湖心就没有光 你就死掉了 不能行光合作用 湖心只有浮游藻类 有办法当生产者 所以这题错的字 B B是错误的描述 好 以上是单选第十九题